1974年 作为中国首次在联大会议上的公开发声 邓小平同志一非常坚定的口吻 当着全球数百个国家的代表 做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中国现在不是 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 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也在世界上成王称霸 到处欺负人家 侵略人家 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给他戴上一顶 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就应当揭露他 反对他 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塌 这之后 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在重大国际论坛上明确表态 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不搞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尽管中国的态度和措辞已经十分明确 但从格雷厄姆 埃利森的休息底德陷阱 到萨默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西方的战略学家们 仍然使之不渝的以本国令氏进程为参照物 然后给中国扣上一顶强国必霸的帽子 如果他们不是单纯的傻 那肯定是坏到了极致 事实上 即便中国在未来不久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超级强国 并且也拥有操纵世界的权利 但不论是从现实因素 亦或是历史的成绩来看 中国永远不会搞 也不屑于去搞霸权主义 接下来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 就没有侵略的基因 霸权必然意味着侵略 而西方不厌其烦地把中国掏入 强谷壁霸的陷阱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本国 或本文明历史发展的缺陷性 这种缺陷性就是霍布斯状态 所谓霍布斯状态 是西方政治生态中一门重要的学说 它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 基于人性向恶的自私自利 相互仇视 他们会像狼一样 为了私欲斗争不息 因此总是处于一切人 反对一切人的战斗状态 如果要结束这种状态 就需要建立一种 等抵御外来侵略 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利 以便保证大家 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土地的风产 为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办法就是 大家把所有权利和力量 投赴于某一个人 或一个能通过多数意见 把大家的意见 转化为一个意志的 多人组成的集体 作为西方文明发言地的欧洲大陆 从疆域面积上来说并不贫穷 但由于缺乏像秦汉那样战略学家 在地理概念上 和文化概念上的双重统一 使得这块疆域活跃着若干个民族 在缺乏强势政府的统一分配机制下 各民族都想要更多的资源发展 这又导致原本资源相对富裕的欧洲 显得十分贫瘠 于是从维京时代到近代 欧洲之间的战争 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尤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后 由传统农业社会 跨入工业社会的鸿沟过于巨大 国家发展的成本 成绩和倍数向上增长 在欧洲狭小的地缘空间内 后发国为确保自身的安全 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 以最小的代价 收获最高的利益 分成来进行工业化 那如何用最小的代价 博得最大的利益呢 答案是战争 通过战争彻底征服一个国家 操控他们的海关 把持他们的税收和市场 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 强迫他们的人民 免费劳动 所以从农工时代到工业时代 欧洲都是生活在侵略与反侵略的 弱弱强食的丛林法则中 其结果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 决定文明的强大 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决定着文明的兴起与衰落 美国著名国家构建学者 查尔斯·蒂利 在研究近代欧洲史后 提出了一个等式 军事化等于文明 无独有偶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 伊恩·莫里斯 在文明的尺度一书中指出 开战能力是衡量一个文明的重要尺度 换言之 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 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取决于战争 这就是西方文明的缺陷性 在上千年的霍布斯状态下 各国为了防止被踏过兼并 只能通过战争搞怕权 优点三体黑暗森林的意思 直到具有一定同一性的欧盟成立后 欧洲国家间才摆脱了恐怖的霍布斯状态 反怪中国 秦国的扫荡六合一同华夏 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来 长达数百年的纷争 建立其统一的资源分配机制 结束了中华民族内部的霍布斯状态 也必要通过侵略战争维持发振所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的历史进程比欧洲足足领先了两千年 此后的汉朝是中华文明重要的里程碑 自汉朝通过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统一国内思想 并巩固汉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地位 此后为后世政权确立起执政和武力保护范围后 白氏处于中华文明 这对影响下的政权 基本上就没有主动发起过大规模侵略战争 儒学讲究的是成天道 顺自然侵略战争 奴役他国的霸卷主义是反自然 反天道的 所以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里 中国人没有侵略的基因 当然你打我 我打回去不算侵略 算自为反击 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二是霸卷扩张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霸卷的本质是剥削 他动过金融攻击 产业分工阶级固化 非平等贸易等剥削方式 从他国抢夺资源为本国输血 当一个国家 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 通过霸权尝到轻松获利的甜头后 就不会再执着于继续用工业生产力 来维持国家经济的发展 原因很简单 工业生产相对于霸权剥削 不仅投入的成本更高 而且风险更大 并且时间过于冗长 毕竟以最小代价博取最大利益 是资本的天性 但这么做有四点弊端 第一 工业生产力直接决定国家实力 霸权主义最新于用各种规则和武力搞剥削 脱实向虚 工业能力的倒退 最终会导致国家实力的下降 第二 随着其他力量的崛起 霸权国剥削效率会逐渐降低 但维持的成本却不会下降 这将严重消耗霸权国的力量 第三 霸权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会随着剥削的深入而不断的下降 一方面是因为剥削的小代价高收益 让资本没有动力去革新现有生产力方式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霸权国去工业化的模式 使得科技创新丧失发展空间 须知 非国防军事科技本身没有经济价值 只有通过制造业和市场 进行应用变现与经济变现才具备价值 第四 工业强大的国家 为维持本国工业产品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会对技术不断跌新 这将导致霸权国的相对实力急剧下滑 全球剥削能力遭到动摇 进而推高霸权维持成本 英国取得全球霸权后 搞去工业化发展 德国和美国城市崛起 引爆电力工业革命 结果则是英国相对实力急剧下滑 剥削效率持续下滑 最终其霸权在二战和美国的推动下 完全解体 美国情况更严重 首先 技术创新长期停滞 大量高辅加值蛋糕 被欧日中西候分去 其次 中国保护经济发展的强硬态度 使得美国剥削效率大幅下降 在维持霸权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美国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最后 拖势向虚 到国防工业体系断代的地步 这时对手没投入一美元 他们就得投入三美元 维持基本的平衡 这又加剧了其霸权维持成本 再则 从存量和增量经济理论来看 霸权是对经济做减法 因为长期的剥削 会导致大部分国家经济凋零 消费能力下降 当减法做到极致时 霸权体系就会在没有任何外部积药 或缺乏内部技术创新的双重打击下 则想崩溃 因为他们没钱再去维持霸权了 对于先阶段的美国而言 如果他们不愿意主动放弃霸权 知道会步入英国和苏联的后尘 算是霸权维持的政治风险太高 前文说过 霸权的本质是剥削 既然是剥削 除了扶持少数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为稳固该地区统治力的智州国家之外 其他国家都会定死在原材料市场 和提供连下劳动力 及制成品德被剥削的底层 那问题来了 如何让这些国家心甘情愿的被剥削呢 答案是自上而下 通过各种资料的倾斜 扶持亲美力量夺去政权 或者是将该国执政团体验变为亲美力量 而这么做 就必然要进入他国内政 二战结束后到至今 大多数小国的内部问题杂多 派系伶俐且功法激烈 如果下场干涉他们的内政 多多少少会涉及到战队的情况 而小国矛盾一旦激化到政权更迭的地步 那么连带着被更多更迭 政权背后的大国势力 也会沦为其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若是不存在有实力挑战霸权的国家还好 毕竟他们没有选择权 要想国际关系正常化 就需要霸权国的认可 可倘若有足够 匹敌霸权国的国家存在 则政治风险会极高 本世纪前期 中国 委内瑞拉 古巴 伊朗等国 和美国的关系都十分好 说提个盟友也不为过 但政权更迭后 发生了180度变化 原因是美国过多干预他国内政 一方面国内固化的利益集团 不允许其为新政权交好 另一方面因为之前战队色彩太明显 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空间 各位知傲的是 在仍有一支世界级力量存在的情况下 这些政权更迭 直接导致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地缘代价 伊朗的失守 让美国大中东进化首措 委内瑞拉的失守 让美国拾取了世界上最大的重要出口地 中国大陆的失守 让美国防线 鬼所指日飞一线 并促成60年代 苏联在全球竞争上对美国的战略优势 正因如此 中国在50年代就提出不干涉内政原则 即使倒已经坐稳 亚洲龙头老大的位置 也没有干涉过他国的内政 此时没有任何国家能长时机维持全球八权 其方地缘政治学太懂 唯独政策教父 美古拉斯斯皮克曼 曾提出过一个很知名的理论 叫边缘扩张理论 及任何大国的发展 徐将底国的势力范围 尽可能的远距于国门之外 越言越好 换个说法就是 任何大国崛起的过程 就是不断驱赶本地区其他大国势力 并建立起绝对主导权的过程 近代九个世界大国 展开全球争霸的第一步 就是在本地区建立霸权 比如英法战争 美西战争 普法战争 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 都是围绕夺取地区霸权所展开 原因有二 第一 从国土安全的角度来看 建立本地区霸权 可以把战略防线扩张到远离本土的地方 有利于在战争时期 本土拥有广阔的战略缓冲期 第二 全球争霸需要更多的资源 地区霸权可以使该国 在自己军事力量能辐射岛的范围内 对各资源进行安全的物流运输 同时减少环节衔接成本 以日本为例 日本军国主义规划的全球称霸路线 是通过朝鲜战争 建立东北亚霸权 整合半岛资源 再以此通过甲午海战和中日战争 取得东亚霸权 整合更广阔的东亚资源 最终实现全球争霸的目的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失败呢 从现实主义来说 是因为日本没有对其他大国 形成跨时代的技术优势 进而在中国分歧反击 和其他大国为自身利益 入场参战后 日本现有的国力支撑不起霸权的扩张 话重点 对其他大国的跨时代技术优势 到目前为止 维持全球霸权最久的英国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 足足200年时间 而原因就是因为 英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阶段 对其他仍处于农工文明的国家 形成了降维打击优势 所以他能轻而易举的夺取全球霸权 因为至长达200年的时间 但随着其他大国的生产力模式 进入同营维度 英国霸权没挺多少年就结束了 美国霸权才多少年 从相对霸权的1945年算起来 不过80来年 从绝对霸权的1991年算起来 不过30来年 就出现批发现象 为什么 因为从始至终 都有一个处于同等级的国家 在拉高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 以前是苏联 现在是中国 因此即使中国实力超越了美国 但只要没形成 跨时代优势 就无法搞霸权 那形成跨时代优势呢 也不能搞 全球霸权是建立在 全球地缘扩张的基础上 而全球地缘缓缓相扣 你要控制A点 就必须控制C点 要控制C点 就得控制D点 这样会导致帝国在 稳固霸权的过程中 疲于奔命 故意透支实力 而且树敌太多 只要有一个爱口出事 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崩塌 以美国为例 美国要维持全球地缘霸权 就必须要确保对亚欧大陆的控制 而要控制亚欧大陆 则要控制欧洲 中亚 中东 以及西太平洋的边缘地带 要控制欧洲 就需要控制东欧 这样得罪了俄罗斯 要控制中亚 就需要控制阿富汗 得罪了俄罗斯 中国 伊朗 要控制中东 就需要控制伊朗 得罪了欧洲 俄罗斯 中国 控制西太平洋边缘地带 就必须挑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 得罪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而这些地缘还外相扣 只要其中有一个爱口出事 就会引发整体的崩塌 比如当初因仲裁案 集体倒戈的东南亚 这使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崩溃 所以不得不用更大的印太战略 来弥补缺口 但这样无疑提高了美国对华竞争的成本 再比如中英25年协议 直接废掉美国中亚战略 以至于美国全球绞杀战略 调整为区域围堵战略 总而言之 在霸权的后起 随着其他世界级力量的发展 霸权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及其风险 越来越不成整理 事实上 自奥巴马第二次任期开始后 美国的一切计划 都是在围堵霸权这桶水的漏洞 但实际效果很烂 东南亚丢了 整栋失败了 中亚也保不住了 更坑地的是 这些行动还为美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所谓过墙壁壩 严格来看是西方文明的历史缺陷 导致了他们的认知缺陷 燕雀安之鸿湖之至 这些年搞的什么 原交进攻 帝国争霸 军事平衡 实际上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都玩烂的东西 他们缺乏悠扬而绵长的历史 所以不懂什么叫一事为敬 可以置军替 中国之所以敢如此肯定的 不会搞霸权主义政治 是因为极其年的王朝更迭史 阐述了一个道理 霸者 横行霸道也 为民心也 而谁能载舟 亦能复舟 故为民心者 亦是为天道一大事也 华夏史上的霸王可曾有过一个好下场 从国之境 中国人要的从来不是什么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我们要的是以天下之心为心 要的是明之所好 好之 明之所悟 悟之 要的是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